发言人以及各位长官 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就我简要的报告 身心障碍的一个 照顾服务资源的一个部件计划 这是一个中层计划 那我们虽然说中央跟地方 持续在依注相关的 身心障碍的照顾服务资源 不过身心障碍的 照顾服务资源还是有量能 不均跟不足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就重新 再盘整相关的资源 跟相关的一些服务措施 我们发现有几个面向 还需要再检讨跟测进 第一个面向是 家庭照顾的负荷承重 以及服务体系 还是有一些断点 尤其是针对高照顾 负荷的家庭或困难照顾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个案 我们的服务涵盖都还是内容 还是有所不足 另外也没有办法 因为受限于社工人力 也没有办法去主动发掘个案 提供更积极主动的一个服务 第二个面向是我们发现 社区式的服务还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也看到 还有一万一千多人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 另外对于身心障碍 要在社区里面自立生活 我们也没有充足的 这样的一个自立生活支持服务 跟对精神病人的一个社区支持的 相关服务 另外住宿室的机构需求还是不够 还有以及我们最重要的照顾人力 其实在招聘跟留任上面都还是 相对是困难的 所以我们就有拟定 操几个面向来做一个检讨 就是怎么样去减轻家庭照顾者的 一个负担来弥补 另外弥补服务体系的 这样的一个断点 以及扩增社区式跟机构住宿式的服务 还有改善照顾人员的劳动条件 来留财久任 这样的面向来做检讨 那以下我就来就这几个重点工作 来做一个报告 第一个是要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我们刚刚有提到困难照顾个案 真的是对家庭照顾者的负荷是比较沉重 所以我们会结合社区机构跟医疗单位 成立48个专业团队 对于严重情绪行为的身心障碍者 来予以最大的支持 另外对于家庭照顾者 我们要结合这个长照的这样的家照据点 我们来提供共荣式的一个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服务 另外对精神病人 我们也提供发展这个家庭支持的服务方案 我们希望到117年县市的服务涵盖率达到百分之百 另外对于服务的断点 我们会在各个县市政府新增一个叫身心障碍者的服务中心 也就是说身心障碍者在需求评估以后 我们会依照障碍者的一个状态来分级提供服务 包括说我们会拟定照顾服务计划 连结相关的资源 同时也会追踪服务的一个落实 跟维护相关服务资源的一个品质 那对于高照顾负荷困难照顾负荷是有另外优先这样来提供服务 那再来是第二个面向 我们要扩增社区式的服务 我们要让有需求的身障者都可以就近得到服务 让这个需求满足达到百分之百 所以我们会布建社区居住跟日间照顾的据点 另外也结合我们现在的社会住宅 把社区式的服务能够在社会住宅里面也可以来提供 那另外也要布建这个多元创新的社区支持方案 我们会在每一个县市至少有一个身障者的自立生活支持的中心 来协助身障者自立生活 那另外呢我们有新卫中心 那也都要发展至少一个的服务方案来协助精神病人 可以在社区里面自立的生活 另外对于住宅室的机构其实还量能还是不足 所以我们要布建社区式的机构 住宅式的机构 那我们这个布建的要能够结合多元化 还有非封闭式的来做一个扩建 另外也要提高住宅式 既有住宅式机构的一些收容率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对他们有所鼓励 那另外最重要还有就是照顾人力 那照顾服务人员的劳动条件 我们希望能够予以提高 所以我们会补助机构相关的服务跟营运的管理费 那我们希望机构可以提升 像生活服务员的从两万六到三万三千多元 那教保员可以从三万多元提升到三万七千多元 那这个另外我们在相关的身上的服务资源中心 那需要扩充相关的一些社工跟行政的人力 那我们也会协助地方一起来增加相关的一些人力 那这个计划是五年的计划 那也谢谢总统跟院长支持 让我们在五年可以依注480.5亿的相关经费 那我们希望能够对于身心障碍者 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些可进性跟充足的一个服务资源 对于这些身心障碍者的家庭照顾 也可以提供适当的一个协助 以上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